我得上云端上面其实还蛮丰富的 资料库这边也有 BAS是那个模组 你可以把它下载之后 汇入汇出 就可以跟我上个礼拜一模一样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提示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之后也会一直被用到 因为不外乎 你要自动化 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尤其工作表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那个 就是问题 问题七的部分 问题七的部分 那问题七的部分的话呢 是找出你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我假设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完成的画面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找一下 这个工作表里面 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好多像什么 建档的日期 还有就是进度 业务跟产业别 产品等等等等 还有客户名称 那这些如果说以业务好了 假设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呢 哎 这有这么多 那总共几笔呢 感触向下就知道了 感触向下你就知道 现在 停在 2500 也就是扣掉栏位的话 总共多少 2499笔 对不对 那这么多笔资料里面呢 哎 那我如果想要怎么 把某一个业务人员的资料 通通抓出来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的话 哎那该怎么做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呢 假如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而且你们老板也突然提个需求说 哎 请你帮我做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 你看资料这么多 2000多笔还算是小case的 有时候可能2万多 甚至几十万笔 我讲过啊 最最最多我好像有处理过 上亿笔的资料 那上亿笔的资料的话 如果你是 要自己慢慢去处理的话 麻烦 那最好怎么样呢 你可以按个按钮 然后输入你要的业务人员 他自动怎么样呢 帮你把那个业务人员的资料 call到那边去就好了 对不对 其实会很难吗 其实你 大概思考一下吧 其实 也就是前面的那个 前面的问题是 的延伸题 延伸题 只是说呢 你要把资料查出来的话 当然我们会用到一个功能 叫做筛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资料里面有个筛选 这个还蛮好用的 筛选 这个筛选的话 如果你不用资料库 一般当然我们 以往 如果要查资料的话 通常会把资料先丢到 这个资料库 然后再 再去用 什么sicle 语法去把资料查回来 那正规是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如果 我的需求很简单 我干嘛要把它弄得很复杂 所以如果我今天简单的话 你可以用筛选 就可以 达到你的目的 那只是说我要怎么筛选呢 等一下再看 那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正一个按钮 按下去 业务按下去 那我接下来的话输入 我要查的那个业务人员 那个业务人员 比如说他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小咪好了 假设我 那我就可以直接输入他的名称 这input box 当然如果你要做的更精美一点的话 就是做表单 如果只是简单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只是简单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的更精美一点的话